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今天被动型的外资一定是大买台积电 但是我说过现阶段如果你资金有限的人 请你跟我一起操作中小型的股票 昨天中小型拉回来 我告诉你是一个机会 我告诉你它是一个买点 今天的中小型股票再创新高 尤其我们手头上的4763的材料KY 我等一下要告诉大家 今年是你的翻倍年 但是你必须要跟上1.0盘中的指令 因为有很多好的股票 你会抱不住 你会拿不稳 而且你会不小心错过它最好的买点 就像材料KY一样 很多人都在1.0的节目上面观看1.0的节目 也听到1.0讲说材料KY非常好 而且还会上看四字头 但是你买了吗 你赚了吗 你为什么没买 你一样看1.0的节目 但是为什么你没买材料KY的股票 为什么你没有跟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 一样赚到大钱 为什么 因为你在犹豫 因为你在观望 因为你觉得好像太高了 我买不下去 但是它就头也不回的金金 涨得越涨越高 越涨越高 你不晓得该怎么去做切入 所以一样的 一档好的股票 即使1.0公开告诉你 你也一定赚不到钱 因为你没有我的指令 你没有我的代理 你是绝对赚不到材料KY的钱 为什么 因为你不够了解它 那我等一下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材料KY1.0非常的看好 那首先呢 我们先恭喜一下 我们的材料KY 是掌听板再创新高喔 创新高的意思就是 我们李宁家族家人 在起掌之前提前卡位 在起掌之前提前坐觉 更重要的是 寄材料KY之後 紧接着要迈入228的长假 也就是礼拜五过后 我跟大家讲礼拜五是你 节前进场的最后机会 所以今天听好喔 把手续办好人 我明天一定带你进 因为三月的黑马股 我邀请你 跟着我同步的 来去做上车 尤其是昨天 全市场老师 都是看跌说跌 但是我说跌 它跌出了机会 而且我也在大跌 重挫的过程当中 买进黑马股票 这也就是1.0反市场的操作 而且我说到做到 更重要的是呢 我昨天还告诉大家一个关键点位 在哪里 15388 记一下15388 也就是说明天周五收盘之前 15388能够守住 它代表多方架构不变 也从时间周期的周K应用来看 它形成了一个叫做火箭持续向上的走势 所以为什么我敢再拉回来的时候买 为什么昨天的气氛跟今天的气氛完全不一样 昨天你很担心 昨天你很害怕 但是你今天很high 你不知道买什么股票 对不对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今年你想要赚钱的人 不是只是在旁边看 因为看钱它不会掉下来 尤其1.0的盘前想先报 第一个我会帮你掌握行情的脉动 第二个 今年你一定要跟对人选对股 你就能够赚大钱 所以我在本周 我特别帮大家准备了 228廉价之前的3月份的黑马股 别忘了 3月份要公布年报 所以如果你手中的持股 接下来年报 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 如果你手中的持股 接下来的年报 成绩单不好看的话 它也会反映在股价上面 但是你要知道 为什么材料KY 我们能够掌握 而且我能够在起涨之前掌握 能够带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 坐在轿子上等着别人让我们抬轿 而且材料KY 今天亮灯工上掌停板再创新高 所以我说过 寄材料KY之后 我帮你准备了3月份的黑马股 而这个黑马股 是跟车子有关的 而这样子的车子有关 是长线波段的趋势 就是我今年说过 我要给你一个翻倍的目标 而这个翻倍的目标 我说到做到 所以我才会说 如果你现阶段 第一个 你搞不懂行情的卖动 我的盘前抢前报 你一定要拿得到 那当然我的Lite 8里面 我的首页 会有不定时的 每周的全新标股 为什么 你每天都在看一点的节目 我相信你也不是第一天看一点的节目 你也看很多老师的节目 很多人都在告诉你 行情是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只有1.0 斩钉截铁事先告知 我昨天大跌 我就是站在买包 我们的材料KY 我们就是在起涨之前 提前卡位 今天的材料KY 再创新高 我说了 即使我给你材料KY的这两标的 你也不见得能够赚得到钱 为什么 因为你会被大户主力 洗牌甩叫甩出去 因为你看不懂 因为你不知道他的产业前景 他的爆发力到底有多强 但是1.0能够掌握得住 所以呢 来想要跟上1.0 3月份 的黑马标股的人 来一点的light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是你现阶段想要翻倍的唯一首选 其他不要乱看 因为其他你看了 老实说你赚不到钱 那我也特别告诉我们所有的李宁家族家人 我们今天的李宁家族家人续约升级不断了 我感谢我们好多好多的李宁家族家人给一点的支持 因为我说过材料KY的这档标定 他的股性他不会天天的涨停板 但是他持续的涨不停 涨不停他代表什么 涨不停他代表是趋势往上 而且呢 而且产业能见度是向上 我等一下会告诉大家 今年如果从EPS再加上本益比的角度 他的前涨的动能能够来到哪里 那当然我们也恭喜 我们李宁家族家人材料KY 亮灯攻上涨停板之外 而且再创新高 我说过今年你不要只是赚小的 你赚小的你自己赚就好了 因为我发现到很多人在一点的light里面呢 跟一点零互动 跟一点零说一点零啊 我去年赔的好惨喔 我好多股票都套牢了 我该怎么办呢 好 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 你来找我 因为我知道 因为你的资金卡在不会动的股票 没有办法帮你赚钱的股票 我就会帮你转换到 就像材料KY一样 能够帮你翻倍大赚的股票 所以听好喔 今天我有个活动 这个活动呢 是我久久才会有一次的活动 那当然今天呢 我也很感谢我们李宁家族家人 早就办好续约升级了 所以今天的快散活动是适合给什么 适合给 第一个 你现在有资金 你是空手人 你不知道要买什么股票的人 那尤其是 去年经历过6000点的一个下跌之后 你的股票都套在股票市场里面 你的资金都卡住了 但是你又想翻身 你又想断钱 你不知道买什么股票 你来找我 当然还有一种人喔 因为我发现到最近诈骗集团 真的太猖獗了 那诈骗集团都会叫你去投资美股啊 港股啊什么阿里布达的股啊 台股你都做不好了 你去投资美股港股 如果你真的去投资美股港股 老实说 你的钱回不来 所以如果你是被诈骗集团 骗卡在美股港股的人 赶快来找我 因为我要告诉你 今年真的是你的翻倍股的一年 但是你必须要紧跟在一点的旁边 大户主力一定会洗盘甩教 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破解大户主力 洗盘甩教的手法 请你跟紧我的脚步啊 那尤其是你的股票都卡在过去的空头的股票上面 但是你有想赚钱 那如果你是想要赚钱 而且想要赚大钱的人 今天的快闪专案就非常适合你喔 因为我说过 三月份的黑马股 尤其是车店的黑马股 我要带你翻倍赚 那更重要的是 三月份的黑马股 我会在节前布局 也就是明天 明天最后一天 把手续办好 我会带你节前布局卡位 节后大赚 这个快闪专案 听好 超值超值的优惠 你只要打电话进来 25110777 25110777 或者是直接加入一点的Light 8 小老鼠OK 1788 小老鼠OK 1788 三月份的黑马标股 节前带你布局 节后带你大赚 快闪超值的优惠体验 一定要好好好好的把握 所以我才会说 既材料KY之后 我还有三月份的黑马股 等你一起跟着我 起涨前来去做布局 好 那当然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我大概介绍一下 这一档呢 三月份的车店黑马股 我为什么认为 它是今年你必须要 资产配置当中很重要的股票 为什么这么说 尤其呢 从技术面上面来看 它低档形成的火箭向上 诶 刚刚开始而已 那重点是呢 紧接着呢 要进入到下半年 甚至明年 这家公司 产业能见度 尤其是订单能见度 非常的高 很多的电子公司 都还在去库存 但是这家的公司 是订单接不完 法人已经在低档 锁定筹码咯 所以股价还在相对低基期 我也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 这个股票 它还在百元的甜甜价 不是高价股 是百元的甜甜价 人人都买得起 重点是 如果你错过了材料KY 最好赚的一段 这一档三月份的车店黑马股 我要带你今年翻倍赚 所以我才会说 今天的快闪超值优惠体验 而且只给想要今年翻倍的你 赶快加入一点的light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我带你提前卡位 我带你提前坐轿 好的 那当然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今年 来 给自己一个目标 给自己一个什么样子的目标呢 来看我 看我 来看我 其实呢我是一个非常行动派 跟目标导向的人 我天蝎座的 我是一个 我不说 我不会轻易下承诺 但是我只要下了承诺 我是死聘了全力 我都要用力做到 我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我讲的话 我都会全力以赴的来去做到 这个就是 我认为我跟其他老师不一样的特质 那有人会问 1.0啊 你的520是什么 520就是我爱你嘛 然后你要去想 今年 你只要每一次股票 只要赚20%就好了 5次价差操作空间 你的20% 5次的价差就能够翻倍 这个叫做520 资金翻倍的效益 所以我是一个 短线能够带你操作 波段也能够带你大赚的老师 短线我带你操作什么 我带你超过 滑星光 南光 跟创意 今天的创意在亮灯功上涨平板 我们如何两段式的价差 赚到最好赚的创意 我做得到 所以想赚 短线想赚钱的人 请你跟上我 那如果你是波段 想要大赚钱 平常也没什么时间盯盘的人 你务必要跟上我的脚步 为什么要放上这张照片呢 有含义的 其实我是一个享受生活 享受投资的人 那我认为呢 其实生活 他其实就跟 生活就是投资 投资就是生活 那我放上这一张呢 运动风的1.0 其实要告诉大家的是 投资市场 他算是一个 马拉松的赛跑也好 甚至马拉松的运动也好 你必须要找到一个对的人 来带领你稳定的 创造出波段 而且大赚的利润 你去想想看高丽 美食甚至材料KY 我都是在全市场 没有人讲他的时候 我公开的告诉你 公开的邀请你 跟着我同步的 来去坐上车 因为我知道 当我深入了研究 这一家公司的好的时候 当你起涨的时候有买 当你转折的时候有进去 你就能够享受大波段的涨幅 这个叫做什么 格局放大 眼光放远 你今年就是你的翻倍年 所以我才放了一张 1.0运动风 因为我觉得 运动它是需要坚持跟毅力 跟做投资一样 那为什么 我每次都能够帮大家 掌握到像是高丽 像是美食 甚至今天的材料KY 亮灯弓上涨停板 我就是有这样子的玄虎眼光 而且这样子的玄虎眼光 你还必须要跟对人 你才能够赚到大钱 因为盘中 任何一个拉回来 你都会被洗出去 任何一个甩轿 你都会被甩出去 你就没有办法赚到家钱 这也就是为什么 很多投资朋友都会跟1.0讲说 1.0 哎哟 我有听你讲材料KY 但是我没有买 那我问你为什么没有买 为什么没有买 蛤 为什么没有 啊1.0啊 我就不了解他嘛 我就不敢买嘛 好 那我再给大家一个机会 那东森呢 已经开始跟我敲 下个礼拜的连线了 来 下个礼拜三 礼拜四 要跟大家讲 因为下次见面 明天见完面之后 下次见面就礼拜三了 所以东森的盘中连线 请你把它照一下 那你要去想 为什么东森盘中连线 他一直要找1.0 因为1.0是全市场 唯一一个女分析师 敢在盘中直接告诉你 哪里可以买 哪里可以卖的老师 尤其昨天的盘中 其实是很考验 一个老师的实战实力的 所以如果你喜欢1.0的人 来 还没加入1.0的YT YouTube的好朋友们 股市1.0许玉玲YouTube down 你只要做个动作 先订阅 先拿起手机 扫一扫 股市1.0许玉玲YouTube down 欢迎你的订阅 按赞 分享 分享给更多 今年听好 今年不是赚小钱 今年你要跟对人 选对股 你就能够赚大钱 但是今年 你必须要有一些实战的操作实力 不是闭着眼睛 乱射飞标 因为乱射飞标 股票市场只要涨多 它一定有个大修正 大修正你绝对抱不住 所以你赚不到 像是高利 像是美食 像材料可以歪的 这样子的大钱 而我看得懂 而我做得到 所以你要跟着 能够操作实战的1.0 来去做进行操作 好 那当然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1.0的lightlight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 全市场唯一敢在开盘之前 告诉你行情该怎么走 盘前抢先报 第二个 每周都有全新标股 告诉你该如何提前掌握 就像材料KY的这档标的 我每一天 都在节目上面告诉大家 甚至东升盘中连线 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它的涨价效益 以及它的一个供需的前景 已经开始改变 而改变的前提 它代表什么 它代表是任何拉回来 请你跟上我1.0布局的机会 所以现阶段做一个动作 拿起手机 扫一扫 1.0的lightlight 小老鼠OK 178 小老鼠OK 178 是你现阶段 赚钱大赚的唯一首选 好 那当然 其实 我有一集还特别呢 跟大家讲了 接下来3月份的重头戏在哪里 3月份的重头戏 除了是呢 融券回补的时间段 还有呢 高值率的股票 所以今天会有一些呢 航运个股 航运个股 这个图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喔 2615的一个万海 万海的这一档标的呢 如果 从它的一个技术线型来看 因为它是做亚洲线的 它低点越电越高 所以呢 我们画了一条下降压力线 下降压力线 能够带量突破 它接下来就会能够挑战这里的高点 但是你不要想喔 航运个股喔 它会是属于一个 怎么讲呢 你只要耐得住它的震荡 你的点位踩得很好 你就能够赚钱 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 那其实呢 因为三月份喔 除了龙卷回补的一个时间点 再加上要照股东名册之外 更重要的是 3月30号以前 要公布年报 所以呢 现阶段是要 开始 检视你手中持股的时候 因为呢 年报 它就像是一个造妖镜 它会把你的股票 打回原形 还是直接喷上去 所以我也特别呢 在1.0的东升盘中连线 甚至我的节目里面 特别告诉大家 营收爆发股价狂喷是谁 是谁 是谁 你告诉我 就是他 材料可以玩 那当然我们有一个家人喔 我觉得好可爱 真的好可爱 因为呢 当时购材料KY呢 盘中呢 有一些震荡 我跟大家讲 这个是人性 人性喔 如果你对一档标定 你不是很了解的话 任何一个震荡 甩轿 你都一定会被甩出去 所以材料KY 我告诉我们李宁家族家人 我每一次都是 趁着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带领我们李宁家族家人 来去做买进 而今天的材料KY 亮灯工上掌停板 那我也特别提醒一下 因为材料KY这档标的 是我的波段的持股 但是他的当充隔日充很多 所以我明天会去看一下他的筹码 那也就是说 不用去追在创高的位置 但是拉回来的过程 你一定要跟上我盘中布局的机会 因为今年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很多 赚钱的机会 就像高丽 就像美食 就像中兴店 你都知道这些股票 但是你为什么没有赚到他的大钱 你都明明知道1.0跟你讲的材料KY 因为我非常的看好 我还看到了四字头 为什么你没有赚到他的钱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告诉我 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买嘛 对不对 所以你必须要跟着一点的脚步 好 那我们也恭喜我们李宁家族家人 共同见证 材料KY 亮灯工上掌停板 而且在创新高 那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材料KY 我是什么时候 开始来去做低档布局 什么时候开始来去做看好的 来请你看VC 甚至像是材料KY 做化学生计的 在月K线级别 形成上升生法 日K线级别 回测奇档区间 所以后续要特别去关注 亮能跟法人的筹码 亮说 拉回来跟上1.0切入的机会 亮说 拉回来跟上1.0切入的机会 亮说 拉回来跟上1.0切入的机会 材料KY 为什么今天能够强势的 亮灯工上掌停板 再创新高 你一定要知道他在做什么的 当你知道他在做什么的 第一个 任何的拉回来 你敢买进 而且任何的震荡 你能够拿得住 震动钥匙 如果没有1.0在你身边 即使我告诉你材料KY 的这档标的 你会有聚高症 你会觉得他怎么可能会涨 好 我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为什么我看好材料KY 大家要知道我全台湾的公司里面 只有他能够做 这个叫做寡占跟独占性 这也就是1.0看好的一个唯一 而且很重要的原因 那当然他有一个前五大的厂商 他的前五大的厂商 分别是在美国欧洲 德国澳洲等等 而且他五大厂商当中 有两个大厂里面 近期开始在做什么动作 开始在关闭 而且减产 大家要知道 当开始来去做一个供给性的下降的时候 他其实也引发出需求的一个拉升 所以我才会说他今年 他会有个涨价的效应 我还特别能跟大家比喻 现阶段 你要找到一个 我还蛮喜欢吃蚝仔米刷的 如果你想要找到一个 10块钱 20块 30块的蚝仔米刷 真的很难 尤其在台北 那我通常吃一碗蚝仔米刷 或者是甜不辣 我加起来都要100多块钱以上 真的喔 蚝仔米刷加甜不辣 吃1.0 还蛮爱吃 但没有什么营养 只是好吃而已 因为我们公司附近 有一家蚝仔米刷跟甜不辣 真的 越卖越贵 大概每一段时间就涨个5块钱 然后在每一段时间 原物料的涨价 通膨的高升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材料可以玩 所以他也具备着涨价效应 而且他的原物料 他的这个需求是只有他能够做的 除了这个之外 他开始扩充新产能 这个扩充新产能 他代表什么 一家公司他不会随随便便扩充新产能 你去想想看 如果你是一家老板 你一定是对于你的公司的前景 是看好的 你才会买设备 才会买材料 才会去增加产能 对不对 所以材料KY 他除了有涨价效应之外 他还有新增产能的利用率 那更重要的是 我也帮大家预估出来了 光今年喔 他的EPS可以赚两个股本以上 是两个股本以上 甚至三个股本以上 所以呢 在中国大陆解封的受惠底下 再加上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产品 可能大家不知道 叫做私塑的用量 这个私塑的用量呢 是用在香烟的烟屁股烟头 所以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其实一个股票喔 他一定是先反映他的一个基本的价值 那为什么我一字头 我就发现材料KY的好 二字头我还是持续的看好 三字头的拉回来 我还是叫我们的李宁家族家人 持续的来去做关注 第一个 其实股价他是本益比乘上EPS 那EPS你要知道他今年的EPS 能够赚多少吗 那今年呢普遍来讲的话呢 各大的研究机构 普遍预期材料KY的EPS 最少最少 EPS能够来到26块 那甚至呢 还有来到35块 凡是26到35之间 那如果是26到35之间 本益比在15倍到25倍 那我问你 他为什么不能够来到四字头 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叫做加成的效果 因为他有涨价的效应 跟新产能的扩充 他能够EPS 赚了两个股份以上 而且EPS增加之后 因为他是成长型的公司 成长型的公司 本益比会因为他成长型的公司 而形成了一个比价的效应 EPS上升 本益比的平价模式也会上升 这个叫做乘数的效果 所以呢 我看到的他的好 你可能没有看到他的好 所以每一次的拉回来 我才会叫我们的李宁家族 家人去做提前卡位 提前做交的动作 所以 先给我们所有李宁家族家的爱的鼓励 棒棒 来 寄材料KY之后 还有没有下一档材料KY 你要去想 1.0既然能够找到材料KY 我就一定能够找到下一档的材料KY 那你想不想跟上 如果你错过了材料KY 涨停板再创新高的这样子的涨幅 下一档在哪里 你一定要跟上 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我们从一字头看到二字头 再从二字头赚到三字头 即将要迈入四字头 我代你大赚大的 我说过今年 你要赚大的你要跟着我做 你如果没有跟着我做 你很容易被阻力洗盘甩掉 那当然我也恭喜 李宁家族家人大赚之外 今天特别推出了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叫做快散活动 快散活动适合什么样子的人 适合第一个空手人 第二个你是去年你是大赔 你想要在今年翻身的人 非常适合你 那还有一个就是被诈骗集团 资金卡在美股跟港股的人 我跟大家讲 如果有诈骗集团 叫你去投资美股跟港股的话 不要去 因为你钱回不来 真的回不来 因为太多了 因为台湾人太善良了 很容易被诈骗集团 掉入了圈套 那当然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如果你资金卡在不会动的股票 你想要复制材料KY的成功模式 大赚钱的人 这档标的 三月份的黑马股 我会带你结钱布局 我会带你结后大赚 尤其快散的超值优惠的体验 你一定要把握 因为1.0不是常常在推快散专案的 因为我是一个有实力的人 因为我希望 在大家最没有信心 大家最想赚钱的时候 我拉你一把 现实的快散专案 你可以直接拨打 暴力专线 2511 0777 2511 0777 或者是快散超值优惠的体验 直接加入一点的light 而且卡位登记 一定手脚要快 因为今年 很多的好股票 它会在你不知不觉 在你犹豫 在你观望的时候 它喷出去了 结果你又后悔了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这一档 三月份的黑马股 三月份的车店黑马股 第一个 从技术面上面 火箭 第一档的火箭向上 而且订单能见度 已经一路的看到了明年 而且法人还说嘛 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呢 股价非常的便宜 百元以下 人人都买得起 所以不要再给自己理由跟借口 因为我最讨厌给理由跟借口的人 就像呢 有些人会跟一点零想说 一点零想要减肥啊 但是你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 你怎么减得了肥 所以如果你想要赚钱 不是只是说 一点零我想要赚 我想要赚 你想要赚 你要拿出行动嘛 来 这一档标的就是你的行动力 这一档标的就是要让你翻倍的行动力 我说了今天有一个快闪超值的优惠 特别给你 特别给空手人想要买股票的人 想要翻身的套牢股票 想要换到能够帮你赚钱的股票 今天的快闪专案非常适合你 而且把手续办好 明天我带你提前卡位 结前进场布局 结后我带你大赚破断 因为我说到做到喔 所以呢 123赶快喔 现实的快闪专案 赶快抢喔 好 那当然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尤其昨天 昨天的市场气氛 跟今天的市场气氛 是不是差很多 是不是 昨天我还特别告诉大家 你可以利用 零融123的三大买点 国际股市 美股在大跌 你可以买进 同族群 刚好出现了 起涨 领涨的讯号 你跟我同步的 来去做一个布局 而且你要知道 每一周都有一个赚钱的机会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其实有些股票真的是送分题 就像滑琴 滑琴的这一档标的 我有没有特别告诉大家 它一定会突破年限 它一定会再攻 所以今天的滑琴亮灯工上涨停板 早就在一点的预料当中 重点是你赚到钱了 你有没有赚到这一档股票的钱 那很多的股票都会复制 像是材料KY 滑琴 一档接一档的喷出模式 更重要是你有沒有跟上1.0 一档接着一档赚钱的脚步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材料KY 我们是坐在轿上 等着别人帮我们抬降 那当然除了材料KY 我们的李宁家族和家人 共同见证之外 今天 我给你一个特别的活动 我也希望能够在此时此刻 帮助真的真心想要在今年翻身大赚的你 所以如果你现阶段还不知道要买什么股票 要买什么股票才能够大赚 那你的股票都套在股票市场里面的话 你想要跟着我复制材料KY大赚的模式 来 今天的快散活动非常非常适合你 所以你今天要特别加紧脚步 快散的超值优惠的体验 只给想要翻身解套而且大赚的你 现实的快散优惠 而且你可以直接拨打赚钱专线 2511 0777 251 0777 或者是直接加入一点的light 进场卡位 这一档标的三月车店的黑马股 今年要带你翻倍赚 股价还在百元以下甜甜的价格 都在一点的小老鼠OK 一切啪啪 小老鼠OK 一切啪啪 那当然快散的超值优惠 只有今天手脚一定要快 那也预祝我们所有的林林佳佐家人 投资操作胜利赚大钱 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材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君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